今天各位一合,也是開學的第一天 英空大王國小特為著要迎接印尼基學生 第一次來到學校上課 在校門口,夜晚拜了高主的女兒 往往和宅宅來歡迎學生 日未到後來,還有更年級學生 出席班級白來帶領行不成印尼基 可以趕緊找到自己的教室 讓家長是很放心中小朋友來到學校 今天各位一合,台南市開放學生到學校上課 因此英空大王國小為了要迎接印尼基學生 修徒來到學校上課 在校門口也安排Q版人物來歡迎學生 並且也區分動山來領體溫進入後來 後來陳建民標示 如果有印尼基學生,正是沒辦法來吸引 學校也要審有安大區 請到老師來照顧,真是不穩定的小朋友 那一年級的新生 我們就是走我們這條新生的入學通道 那我們這邊也設立一個安撫區 我們也是如果因為今天有一些孩子 可能還沒有辦法脫離家長的照顧 那我們可能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先做安撫 那如果OK的小朋友 我們直接就進到我們裡面的會議室 離開那修理也因為風雨的關係 學校是沒有家長培董核心 建立後來 不過大王國小也要安排高年級的核心 手提班機的培養 來剩養新生的一年級的核心 可以很快來找到自己的教學 也由家長的方式 將小朋友來交給學校 我們裡面有大哥哥大姐姐們 去引導還沒有熟悉校園環境的新生 然後帶到他們的班級 我們的幼兒園等一下會在八點以後 做分流的入園 我想小朋友是抱著很愉悅的心情 但是因為今天是一年級嘛 所以心裡難免會有一些恐懼 但是整體的心情應該是愉悅的 因為來到他們國小這麼好的學習環境裡面 可以跟其他小朋友還有師長一起共同生活 我想整體跟小朋友溝通的心態 他是非常開心的 小朋友在家來做風雨 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現在已經減緩 這還可以回來學校上課 引出大王國小學長的標誌 我們實施處理關節跟牛體溫 並且近年後來要轉電代水安 然後使用風雨工作 在開業進行完成教學來的外小道 來提供核心一個安全上課的環境 既然小姐有英雄哭乎插插插插插